Hello,大家好,我是PTT大西瓜的Gio老师,好久不见 今天我带大家练习到我们高频预测里面 近期同学经常被难倒的一道题 就是Grand Canyon 这道题在我们基金里的编号是010018 首先按照考试的规矩 请各位同学暂停一下视频40秒钟 先去浏览一下这道题 然后按照考试的状态去读一下 OK,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是不是感觉这一篇有一定的难度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一道RA的主题是Grand Canyon 很多同学见到Canyon这个单词会有一点点发懵 读的是Canyon 这个Y呢,在这边的读音是Y这个音 比如说New York,这个York就是这个音 那Canyon呢,是大峡谷的意思 简单说一下背景知识啊 这个呢,它其实讲的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那它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一个裂缝 那科罗拉多大峡谷跟珠峰啊 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这些呢 等等被称为世界七大自然奇观 那以后同学七下八大以后有一天去大峡谷旅游的话 应该可以回想起来今天学的这篇RA哈 OK,那我们回到文本上面 先来看看这个文段的意思 以及难读欲错的一些词汇 首先它说 Few things in the world produce such amazement as one's first glimpses of Grand Canyon 首先呢,一个单词 Glimpses 这个单词呢,就是一瞥 这边就是有瞄眼的意思啊 还有呢,就是感受体会的意思 那这边呢,我们得当作后者去理解 这句话呢,就是说 世界上呢,鲜少有像大峡谷 Grand Canyon这样能够让人初见 就觉得被惊艳到的 然后再往后 It took more than two billion years Sorry, it took around more than two billion years to create this vast wonder in the nature 那下面呢,出现了一个词组 叫做 vast wonder 首先呢, vast这个词是指巨大的 辽阔的,苍茫的 没错,就是这个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的那个苍茫哈 这个单词的发音呢 需要注意一下咬唇音这个V 不要错发成W的音 不要发成Vast 应该是Vast OK 然后Wonder呢 这个大部分同学都应该知道啊 是奇迹的意思 那这句话呢,就是说 大峡谷呢 这个巨大的天然奇迹的形成 用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 那一个billion呢 就是十个亿,对吧 然后再往后 in some places seventeen miles wide largely through the relentless force of Colorado River 那这一句呢 其实就对前面尽情解释了 说它具体是怎样形成的 那这边呢 就是说大峡谷的一部分呢 会有十七英里宽 那英里这个词呢 Miles 大家注意一下发音 原因发音啊 是Miles 不是Males 注意双元音的发音 然后呢 后面说 它通过这个 Colorado和Colorado River的 不断冲刷形成的 Relentless 是无情的 不断的 不间断的啊 不间断的冲刷 然后 which runs 277 miles along its length a mile beneath its towering rims 那这句同句呢 修饰的是前面的Colorado River 说它有 277英里长 那在大峡谷高耸的边缘下 一英里的地方奔腾着啊 说的是这个河 然后呢 Towering是指高耸的 Rim呢 是指边缘 也就是呢 我们大峡谷的这个边缘 是不是很 很有画面感啊 很壮阔的感觉 那在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Few things in the world produce such amazement as once first of glimpses of Grand Canyon it took around more than 2 billion years to create this vast wonder in the nature in some places 70 miles wide largely through the relentless fourse of Colorado River which runs 277 miles along its length a mile beneath its towering rims OK 感谢呢 大家收听今天 我们RA的这个小讲堂 那如果有什么 RA大家想要听到 讲解的这样一批 一些文段呢 都可以去留言 在我们的这个下方去留言啊 那看哪一篇呼声最高 下一次呢 我们就会为大家呈现哪一篇 RA的讲解 OK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点燈